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们今天透过网路平台 特别连线人在美国的袁公仪袁报 跟我们聊一聊他对美国大选选战的观察 袁报你好 现在谈谈大选的人也不少 不过我在华盛顿 我回来了这里差不多几天 我的感觉就是说 跟一般的从香港 从台湾看有点不一样 我这里的感觉最近 基本上就是说大局已定 川普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你认为川普会胜选 还是拜登会胜选 川普肯定是赢了 是赢多赢少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边都是在想一想 将来赢了之后有什么可以做的 因为我是基本上是代表香港的利益 香港这批年轻人的利益 所以考虑将来下一步怎么做 所以我对这个竞选我们都是比较 是看好川普 我是大好友 香港人叫大好友 那袁报麻烦先说说分享 为什么你认为川普一定会赢 差别只是赢多赢少 这个跟我们去年在香港的区议会有点像 就是说今年的股计啊 2016年的这个选票率大概61%左右 今年可能会加5个percent 4个到5个percent 就是65点几 那么我就很简单 我就连就这个4个到5%大概等于1000万人吧 主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1000万人 我的看法跟我去年跟香港的看法一样 这批人主要是拥护 一个拥护川普的粉丝 这个1000万人里面 大多数啊 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川普的分子 因为要他们站出来 这批人以前比如说去年 不是2016年他们不投票 现在投票 他肯定有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是不会因为恨川普而出来投票的 绝大多数是支持川普 所以他呢 就不坐在家里面出来投票 所以我看好啊 他这个1000万票里面 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说不对我 我的看法是 是大量的胜利 不是少数胜利 所以你认为川普会大赢 那说一说这一次 可是主流媒体的民调 都能然呈现川普还是落后的局面 那另外一个是拜登的电流门 主流媒体也完全的忽略 可是呢 网路上又疯狂的流传 所以两个人的选情 现在有两极话的声音 这个尤其是这个丑闻 亨特的丑闻 主要是影响这个 影响那个拜登的票 就是说人家对他有怀疑 对他家族贪钱 收了共产党钱 那么原来想投他票的人呢 就不去投他的票了 所以他这里啊损失的很大的 我估计有差不多五到十个percent 他的票源 本来投他的票就不投了 所以你现在听到很多人 本来投了都想改变嘛 那么他们也可以到票站去 重新投票 就代替了他原来早早投票的 但是邮寄就好像不行了 所以你认为拜登会受伤 绝对受伤了 因为是朱利安尼 我很年纪轻的时候 一直就跟着他 就80年代 我在纽约的时候 他这个人是 他是检察官了 而且是代表整个纽约州的检察官 他拿证据出来 是他医生人的名誉 你想想看 他那个时候 纽约五大黑社会的家族 给他全部抓了 大部分抓了 之后2000年 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有一个 纳西的债券 江峰的时代 那么这个Michael Milken 还有整批人在瓦尔街的 也是乱来 这个钱乱来 也给他抓了 他的在司法界的名誉 好得不得了 当然后来又做了市长 911又处理了 把911的大局稳定下来 所以朱利安尼的名誉 在法律上 法律界跟在这个政界 比川普还要有名 他不会随随便便 拿这个硬盘出来的 他一拿出来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绝对可信 因为他医生人的名誉 这个是这个全世界最有名的 打贪打黑的人 所以他拿出来 你就可以放心了 好那你都认为川普的选情 相对乐观放心 那你怎么观察 这一次的丑闻 丑闻可能会带来 什么样的政治效应 这个是一连串了 因为不单是这个 选不选中拜登的问题 整个民主党 现在暴露了 这次这个丑闻 暴露了不单是拜登 克林顿家族也好 还有其他的 暴露了他们民主党的问题 也暴露了主流媒体 也暴露了这个社交媒体 更暴露了中共 跟他们全部是 他们是一伙的 所以这个将来 这个川普第二期上任的时候 这个都是他要找 要把水抽掉 抽干的找 对不起 反正普通话不好 就是说川普可能会有 大力的整顿 这种整顿可能有 中国的资金 跟华盛顿的建制派 政治人物的关系 然后也有主流媒体 这一个言论的审查 跟言论是否公允的关系 那科技业者 特别是矽谷加州的 这些大型科技业者 显然跟中国 还有民主党的关系都特别的亲近 你认为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会全面性的整顿这一批 是不是 对 以他的效率来说 他这个四年不但整顿美国 包括瓦尔街 还有呢 我觉得他从全球 会有个新的次序 包括台湾 我觉得这个位置越来越重要 我呢 本来我想前几个星期过来台湾 但你们14天的隔离 我实在受不了 这个台湾呢 我觉得应该主动 搞一个新的世卫 WHO新的世卫 有台湾跟美国两个来牵头 美国不是退出了吗 所以他拿一小部分钱来 跟你们台湾合作 搞个新的世卫 然后叫全世界参加 这个是好事 这次疫情 全球的疫情 人家对这个世卫 觉得世卫的责任 大得不得了 大家都看着他警告 他的警告 差不多迟了三个月 这个世卫 所以呢 我说台湾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如果要进 这个国际舞台的话 不需要去 不参加那个老的 老的联合国 你们就搞一个新的嘛 从世卫开始 然后美国也有意思 搞一个新的联合国 所以你的观察是 川普如果连任 他会重整整个国际秩序 跟美国内部的秩序 那这个重整 还会有哪些 还会有哪些对付中国 就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他是全方位的围堵中共 已经是那个蓬佩奥 马不停蹄的 你看飞来飞去 所以他是围堵中共 大家都清楚了 在这个亚洲那边 印度太平洋那边 也要搞一个联盟 那2%的那个GDP 要他们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将来可能是 关税是零的 整个区内 关税零 还有最主要的 就是大家有这个普世价值 统一的普世价值 移人权 那么蓬佩奥他的人权呢 就是天赋人权 不是说政府给你 法律给你多少人权 他觉得是 跟美国的独立宣言一样 不可若夺多的人权 所以他这个将来的 这个新的联合国 不是说什么国家 都可以参加 一定要有同样的理念 尤其是人权 跟那个民主为主 所以我看他正在筹备嘛 这个事情 等川普一连任之后 这个就会很火了 你们台湾要当一个 很大的角色 尤其是在这个 卫生啊健康那方面 所以你认为 如果川普连任 相对对于台湾的 国际角色会更重要 那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也会更大 对不需要你们每年去参加 想办法去参加那个联合国了 就就成立一个新的嘛 全世界我估计 差不多现在加起来 也就八九十个国家 就是大家理念 跟普世价值相同的国家 好那如果成为这样子的结构 那换句话说 这个美国为首的国际阵营的秩序架构 跟中国以及中国的好朋友们的国际的架构 就会完全这个壁垒分明 而且全面的对立吗 对这个中国的朋友也不多了 除了这个飞 连现在非洲的盖帮 现在你知道中国的外汇也缺 一带一路的钱也拿不出来 所以他的盖帮的朋友 也会转头 这个自由世界 美国现在没问题 他的照片可以印出来的 他现在越来越印越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垂飞将来中共放弃马列主义 放弃共产主义 不然的话就孤立他 所以他如果将来要参加新的联合国的话 就要放弃共产主义 这个就是他们最终的目标 不安全给中国在这个联合国 你看现在联合国搞得烂得一塌糊涂 联合国的总部下边的机构 全部给他渗透 根本就废掉了 好 那如果川普连任的话 对于美中关系可能有什么变化跟影响 绝对是就不客气了 现在川普其实心里面很生气的 原来今年年初他把美国经济搞得这么好 而且签了这个贸易协议 他以为是连任一点问题都没有 怎么知道搞了这个疫情 搞成这个样子 把他医生人的英明差不多尾掉 他这种人已经是做生意年纪这么大了 最后他想留下来的他的legacy 现在怎么知道给中共搞这个 所以他心里面这股气一定要出的 跟这个蓬佩奥他们配合得很好 我估计这次好像香港这样 本来他想把这个蚂蚁集团上市IPO 本来想把它干掉 但实在太忙 每天他平均要做四个演讲 这个造势会议 所以这个蚂蚁集团上市的 他就估不到了 但是呢之后 就是说选连任之后 他对香港的金融的打击会很大 因为这个香港是中共吸取美金的地方 外汇就从香港来的嘛 他一定要把这个龙头要关掉 所以你认为如果他连任下一个 可能会直接影响的是对香港 而且是金融的影响 对对香港是个战场 而且百分之七十 中共的外汇的来源 都是经过香港的 这次呢 他这个中共在香港搞 那个蚂蚁集团上市啊 也是要给那个川普打脸 所以他这里呢 一连串在香港的行动了 因为我是香港人嘛 所以我对香港的事情 我在瓦盛顿也是想帮香港做点事情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已经准备好 但是呢 因为你的他的财长呢 不想惊动美国整个股票指数 所以就没有出手 你等他下个星期上任 就是赢了之后啊 香港就一连串的行动要出来了 好 你认为如果川普连任 第一个一连串的行动 会针对香港这个战场 对 那你北京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怎么观察北京 这个礼拜事实上 也召开五中全会 当然这个北京最担心就是 美国的军事那方面 他就怎么对应 但是我们就知道了 一个美国他打不过 这个现在联合了这么多的国家 联合起来 他根本就是 这个军力 兵力差得太远了 所以也他这个 但是习近平这个人 好像他们陕北的人 很绝强 所以到底他估计 他表示出来 他想搞一个朝鲜战争 他不怕全世界对付他 那么看着吧 我看着这个人也 他在香港也是 你看他这个国安法 也是一意孤行 很举强的 所以要看 就是你认为 北京现在的态度 走到抗美援朝的战略 跟路线上面 所以这个假设是 川普连任 北京跟华盛顿的关系 可能更紧绷 而且呢 这个双方脱钩 可能脱得更快更深吗 对 美国现在的态度 就是不谈判 本来有差不多 100个谈判的渠道 你看美国的大使召回来 也没有补一个上去 美国基本上不谈 一定要最后 要你中共 这个就是求和 那个时候 美国才可以 他最终的目标 就是一个无条件投降 就跟他 一定要他改变这套制度 结构性改变 不改的话 实在全世界太不安全了 那另外一个外界观察 如果是这样子的局面的话 那对于香港的封杀 会不会影响到港币 或者是货币的战场上 因为原来呢 你知道这个美联储 是支持港币的 那个这个合约是1992年前的 那么后来这个7月3号 7月13号呢 川普就取消了 整个香港的优惠 就美国对香港优惠 它叫做正常化 就是说香港就是 跟大陆其中其他的城市一样 那么这个 它就没有必要再支持港币了 那么变了港币 是要有大陆来支持 香港本身 我们也有几千亿美金的储备 那么当然上市 他们拿这个港币 也是换成美金 然后交给中国人民银行 这样不断的换的话呢 我估计啊 明年内肯定就把香港的外汇 要抽干了 一抽干之后 美国就不支持了 就靠大陆跟香港本身 那么这个 那个时候这个汇率就会 港币的汇率就会大跌 所以香港人呢 老早已经 有钱的人都是 把他们的资产 换成美金 已经放在海外 这个不会留在香港 反而很多外资 他们因为投机 这个就是回报比较好 所以还有很多外资 进去香港 但是我们香港人 就可以走的已经走掉了 那假设是这样的状况 那整个北京跟华盛顿 的对立 可能就是一个 非常长期的架构了 这个你们也感觉到了 你们在台海那边 军事的方面 已经不得了了 日本也是在跟他们 在演练 军事演练 所以这个印度那边也在搞 印度洋也在搞 中印冰境也在搞 这个是全方位的 包括太空也在搞 所以全方位的 如果一出手的话 他不会是一个地方出手的 美国现在他有实力 要出手的话 全面出手 你这个中国根本是 没法防御的 多方面的 好那元宝 我跟你讨论另外一个状况 那假设下个礼拜 川普并没有大赢 并没有顺利连任呢 你的观察会可能怎么发展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当然是这个拜登 我们就知道了 他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深 你看到他们记录以前的 他去了中国这么多次 跟他好像秘密谈 只谈了28个小时 有很多时间都是他一个 一个翻页在帮他们 没有其他人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是不寻常的 非常深 所以如果这个拜登上场的话 所有就会反共 反中共的行动 马上就停下来 你有这个国会 国会反共反的不得了 国会里边 国会是代表老百姓 他们整个美国的朝野 都是反共的 但是拜登如果当了总统 他完全可以很多行动 他说我考虑考虑 那么一拖 一拖就马上就停下来了 所以你认为拜登 如果当家跟川普当家 那对于中国的关系 是截然不同的 他是根本是完全 他整个家族给中共搞定 他本身 不要说他儿子 他本身都有丑闻 在中国手里 你认为他的丑闻 在中国手里面 多了 其实他的儿子 就是学了他父亲 这个有点遗传了 我估计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当选 那真的就会落入川普奖的 拜登赢就是中国赢了 就是 你想想看 他这个家族 一千万美金就搞定了 每年 那么克林顿也是 差不多一千万 你想想看 中共已经胜透的 震透到总统候选人了 一千万美金对中共来说不是钱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整个华盛顿 整个美国的政界 再加上还有西岸的IT公司 东岸的瓦尔街 还有教育界 收的钱多得不得了 现在全部暴露出来 这次竞选是好之境 把中共的渗透 不是说 有600家公司在渗透 所以这个大家都清楚了 如果拜登赢 基本上中国就控制美国了 这个是绝对的 那么控制了美国 现在所以川普讲得很清楚 不需要很多钱 这个是 这个110美金就控制了 整个美国了 那么这个拜登赢 就等于是 不要说美国了 全世界中共就回来了 他一下子 整个欧洲他们是跟着美国跑的 所以你认为 如果拜登赢就是中国赢 中国相对就控制了美国 那如果是这样的发展 对于香港 对于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就没有希望 起码四年 这个2024年 这个蓬佩奥有希望 大家现在都看好蓬佩奥 但是这个四年就苦了 所以你们这个最近 买多一点武器也是好事情 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要自己要保护自己 不要靠美国了 你认为如果拜登当家的话 台湾买多一点武器 可能未来四年要保护好自己 然后等2024年蓬佩奥上台吗 对你不是最近这几天你们都在签这个新的武器的合同吗 所以这个是好事情 这个礼拜美国通过了两笔对台湾的军售武器 你觉得是好事情 当然了 他也可能会想到如果他输掉 如果川普输掉怎么办 他也要考虑你们怎么保护自己 所以这个武器在这几天这么多的批准 国会有批准 你们那边又在谈新的合同 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拜登赢的话 你们一定要能够保护自己 那如果拜登赢的话 你认为对香港会有什么影响 那么香港呢 他是绝对控制 现在已经绝对控制了 香港现在是一个沦陷的情况 就是在等于是共产党已经把香港占领了 没有什么自知可言 所以你看他有的小孩子到美国领事馆 在路上普通马路上他都会抓人 这不要说你进去美国领事馆了 这几天都在搞嘛 所以这个共产党就是他这套 他这套专制的法西式 就在香港已经在每天在实行了 很多当然新闻里面被我爆出来 每天都在实行 所以我都不能回去 所以你也不敢回香港嘛 对对对 当然我知道我在这个移民局那边 没有黑名单 不在黑名单上 但是他可以每分钟都可以变 所以这个 没有法律的 没有法治的香港 可以这样说 好 所以为什么全世界这么关心 美国这场选举 因为这场选举特别的复杂 那这个袁爸我再请教你 美国内部有一批人 过去是对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 他的经济处境感到不满 那他们寄望川普 那假设川普败选的话 那这一批人跟这一批政治的力量 可能会怎么演变呢 现在你也知道2000年 那个是2001年 是不是Printed嘛 他是民主党的总统 他就把中共拉进这个世贸 拿到什么好处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么他是民主党的 他这样一做呢 基本上出卖了所有的蓝领 美国的蓝领 签了之后 中共进了那个世贸之后呢 这个工厂也开始流失了 这个职业也流失了 都流到这种大陆去了 所以这批蓝领苦得不知道了 很多男人都是要去这个子冻片 这个Feternol来 等于是吸毒一样 那么每年要死掉7万人 这批人自从川普当选了之后 这批人找到很多工作 川普说我们又要看夜夜牛 油盐气 所以这批人原来是失业的 就找到他们的工作 有了他们的专严 但是这个拜登说 又要把所有的传统的能源 要改变到新的能源 那么这批人是绝对为什么 川普现在每次造势 这么多人出来 其实就是这批人 本来失业的 现在一下子川普救了他们 所以他们这种感情 美国你知道了 他们的高消费 高收了高消费 一下子失业是苦得不得了的 所以这批人当川普救星 所以他的支持率 但是好像公务员 我在网上顿 90%是支持民主党的 我昨天晚上 我在那个住宅区里面 在DC里面走了几个圈 他们家里面的花园里面 全部是支持拜登的 整个公务员 整个美国公务员 90%是支持拜登的 你说川普可不可怜 又要对付媒体 又要对付政府 又要对付瓦尔街 又要对付那边的IT公司 四面受谍 所以真的不容易 他这个孤兴作战 但是连任之后就不一样了 要整个要换掉 整个情况要换掉 所以你认为连任之后 整个局面会完全不一样 那袁霸 我再跟你讨论一个事情 假设是拜登连任的话 你认为台湾要保护好自己 那整个香港的局势 事实上就会被北京 跟共产党完全掌控 那对于西太平洋 比方说这个日本 那印度又有可能有什么变化 他们其实也押注在川普身上 你看看日本军援 他这个新的首相 都是押注在川普手上 他们也是很不愿意 看到川普输掉的 所以只可以 也可以只可以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你看蓬佩奥拼命 跟印度马上就签那个 你说日本其实变了六眼联盟 印度变了七眼 你们台湾就变了八眼 最后如果越南也参加了 九眼联盟 就是这样要搞出来的 但是这个不会变 就算就是说对付那个 不会进攻 但是起码还要守住 好那另外一个状况是 习近平走到这一条路线上面 那这条路线特别是 从战狼外交 到整个全面性的 全世界盟军围堵中国的处境 可是他在五中全会里头 现在看起来目前为止的权力 表面上仍然是稳定的 那假设是川普连任 那对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可能什么影响 那假设是拜登连任 那对于习近平的权力结构 你的观察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呢 你这几天也看到王岐山要出来了 那么他可能利用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跟美国比较熟悉 而且懂得经济 他用王岐山来缓和他现在这个国际的形象 还有他是自己的经济 你知道大家都清楚里面糟糕的不得了 所以王岐山可能可以起这个作用 但是这个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是很绝强的 所以我觉得呢 他还是要坚持跟美国对着干 那么不管是川普下去也好 拜登下去也好 他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他觉得这个社会主义 真的可以帮中国带来 把中国越来越强 他不知道中国这过去的三十年强 就是因为走了市场经济嘛 所以他但是他坚持 他坚持他这一套 他觉得就是50年代这一套 社会主义他觉得是可行的 那么不管怎么样 他是坚持下去 所以你认为习近平会硬干到底坚持下去 对对 除非将来中国有什么人把他砍下台 不然的话他肯定坚持下去 他现在谈的都是2035年了已经谈到 对那中国有什么人有政治力量 可以把他换下来吗 没有 没有 他这个70年来啊 把这个 没有所有以前有一点能力的 好像朱镕基这种人已经不存在了 拿不出一个好像朱镕基的人 连着王岐山这种人已经也拿不出来了 这种人都是受老的教育的 他新的教育就是讲来讲去就是斗争 权斗 没有什么志向 没有理想 也没有能力 所以假设是这样的话 那习近平的政权可能会稳定蛮长远的一段时间 尽管中国的经济处境可能不会有过去的亮丽乐观 但是美国也不允许 你知道美国人没有兴趣跟你拖10年拖20年 他解决问题都是讲几个月的 所以美国会不断的加强 比如说举个很例子 你们台湾人最清楚了 把所有芯片全部停掉 不但是生产给你停掉 把供应的芯片也可以停掉 创作得出来的 因为它疫情停掉 你整个中共大陆就变了一个石器时代了 你没有芯片怎么做 对光是芯片的工坊 我们在台湾都会观察 川普跟他的团队对于芯片的工坊 是非常强硬的 可是假设是拜登当选的话 包括我本人都会怀疑 那芯片的供应是不是还全面封杀呢 这个不单是芯片 如果拜登上场的话 他把所有技术都公开了 开放给台湾了 开放给中国 尤其是设备 还有很多原材料 你副料 你做芯片 我对芯片很熟悉的 这个副料是不得了的 你现在日本跟台湾 跟美国控制这个副料 那么荷兰 美国那边控制设备 如果拜登一上去 中门大开了 那么将来你们提台阶电 还要跟中兴要竞争 对 我的感觉观察光是在晶片跟半导体的封杀政策上面 如果拜登掌权跟如果川普的团队继续掌权 可能那个政策是完全不一样的 相反的 相反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华盛顿的变化 那取决于谁掌权 那假设还有一种外界观察的处境是假设下个礼拜开票 双方非常接近 那双方都不服气 那双方可能都有所僵持 那如果是这样的发展呢 那输的那方呢 肯定要想办法打官司的 不认输嘛 赢的那方面当然不需要了 输的那边打官司 那么一直打上去 还好呢 这是那个最高法院 美国这个就共和党那边 基本上保守派控制 所以如果要打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的话呢 这个还是 这个共和党是优势的 那个我们也猜 肯定要打的这场官司 没有人认输的 两方面都不敢认输 所以不一定在11月就有分晓 估计要真的要到12月底才有分晓 到了最后 最高法庭也是要判 不是完全 最后大家投票决定嘛 三对六 基本上他们的共和党是占优势 对我们也估算 万一双方的差距并不大的话 那很有可能 这一个选举的结果 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 然后才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发展 但是这一个时间的空窗期 你的观察在美国内部 会不会有激烈的对立 或者类似先前的 这一个黑命贵的运动 然后另外一个外界 也担心观察 那这个时间的空窗期 会不会对于台湾海峡的部分呢 就有来自中共的军事的压力 你昨天不是在奔西维尼亚 已经有暴动了嘛 打死人嘛 所以他们呢 如果那个民主党输掉的话 他肯定会搞暴动的 那么他全部准备好了这里 川普也有准备 他除了警察支持他之外 还有这个National Guard 国民警卫队 他还会派出 最后不行的话 他是准备派出那个军队的 那么当然那个国防部长不探全了 所以他不是说要把这个国防部长要炒掉吗 你真的不行的话 治安不行的话 就是要派军队 他们这个民主党 尤其是那个 这个他们准备是搞事的 我最近我也去过西岸 这个旧金山 波克兰 还有塞亚托 城市里面一塌糊涂 全部是很多都是好像街头的难民一样 怎么样一塌糊涂 都没有秩序是不是 他们就是搭帐篷 很多失业的人就搭帐篷 而且他们的收入好得不得了 美国这个福利基金 救济他们福利好得不得了 他们就住在城市里面 城市中心里面 那么所有的玻璃厨柜 都用这个木板把它封起来 整个几个城市 包括纽约城市都不像一样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 波克兰、塞亚托 完全给他们搞得一塌无头 但是这个当然这种事情 美国要恢复 如果川连任的话 要恢复也不这么难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肯定选了之后 如果相差不大的话 他们民主党要动武的 好 那这个是我刚刚跟袁霸 请教三种不同的发展 就是川普大赢 或者是拜登胜选 或者是两人 这个差距非常的接近 那僵持不下 可能双方都互相不让步 可是袁霸你的观察是 你认为川普会大赢 对 我觉得大赢 如果差得太远的话 民主党也不会搞什么事 知道搞也没用 那么就是捷径的时候 就会有暴乱 如果两边票捷径的话 但是你说民主党大赢 是不可能的 你认为民主党不可能大赢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 你如果你在这里 瓦盛顿看个气氛就知道 他这样子 你看看他这样子竞选发的话 不可能有大赢的 只会他现在他的民意 那方面的距离越拉越近 不可能大赢的 没有这种激情 你要大赢的话 你的选民要有激情才行 等于你们台湾一样 上次你们的选举 人民要有激情 支持你们民进党才会赢的 对不对 所以你刚激情 这个川普大赢也是因为支持 他的人有激情 看到的 每天我们在街上 看他的造势大会 每天15个 这种老百姓出来 而且现在最新的调查 这个支持在川普的造势大会里边 很多有差不多20%左右 根本不是共和党的 而且有民主党的人 也有新的人 这个独立的人 所以这里边就是很有意思 今天刚刚出来的 很多在参加在造势大会的观众里边 人群里边有民主党的人 不少 还有年轻人 本来大家我们在美国都以为 年轻人自动的去支持民主党 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很惊奇 因为我也是在美国读大学的 因为大学肯定是支持自由派的 但是现在年轻人 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好 今天非常谢谢袁公姨 袁霸透过网路平台 跟我们连线 那我们也非常开心 这一个跟袁霸一起 见证美国的大选 那当然美国大选的变化 事实上也会影响到 全世界的政治 那乃至于台湾跟香港 未来的趋势的发展 今天非常谢谢袁霸 跟我们连线 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跟袁霸请益 谢谢 拜拜 谢谢 感谢你 将来到台湾来见你们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